- 嘿大家好 - 嘿大家好 - 嗚嗚熊好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帶來是 光頭內藤的一個實戰解說 那我的光頭內藤跟冠老師的光頭內藤 打法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 他主張的是這個工具人 因為他可能當習慣工具人 所以呢他內藤打起來有一種工具人的味道 就是剪剪地板球啊 蓋蓋火鍋啊 這樣大概是這樣 然後偶爾呢 啊啊瑞斯戰斧 出其不意一下 那我的內藤呢 就比較不太一樣 我的內藤呢 帶到中頭40 籃板40 那正所謂 無事不登三寶殿 有事就踩三分線 我的光頭呢 就是屬於這一種的 有時候呢 會突然的 欸跑到外圍去 不過呢 我呢 也是一個機制迷信者 所以通常前面的第一球 我是不太可能會空位 去盡量去投空位的 一定要嘛就是想辦法的 能夠灌進去 因為呢 你往內線打 隊友撿到地板球的機率 中鋒撿到機率 才會高 如果你剛好又是 手長的中鋒搭配 比如說什麼魚柱啊 花形這一種 手就等欸 比如說這一場 那他們撿到地板球的機率 就比較高 所以我的打法呢 會想說呢 先灌看看 幫隊友分擔得分壓力 因為像這個組合啊 能得分的就我跟猴子嘛 那如果我投外線呢 我就來不及進來搶籃板 但如果一直站在外線 當猴子被趴地一下蓋下來的時候 我也呢 可能來不及衝到內線去搶地板球 所以呢 這個站外站裡的時機點啊 是相當重要的啊 不是叫你整場站在外面 也不是叫你整場就在裡面 跟無童倉一樣 等著這個猴子被蓋 有時候呢 我們遊戲實況 會想要打什麼那種 櫻冠流啊 都是博君一笑啊 雖然都是高端場 但是我覺得好玩就好 因為畢竟當時我們也很歡樂啊 所以就想說要硬冠 不過我們這種單排的比賽啊 Nee nobody care you 這邊一開始先來一個漂亮的上籃 結果掉下來 這個系統的制裁的味道很嚴重 不過呢我知道 只要我下一球可以空位出手 那我下一球命中機率就很高了 好那麼來仔細看一下下一球 這一球的話 因為我知道我下一球空位會進嘛 所以想說跑到外線去拿飲料 結果發現猴子往裡面打 我以為他會被蓋掉 所以趕快的往內線衝 不過還好呢 這一球跳扣他們是沒有守下來 好這一球跟劉川峰確認過 眼神知道他是要灌籃的人 這邊呢我本來想說要進去啊 幫他補這個二段 結果一段的時候 魚住呢可能站得太出來 就沒蓋下來 好這邊呢趕快跟隊友說 別在意 Nevermind 漂亮 猴子這一個二段拉幹 拉的是把對方啊 當作三歲小孩再耍 好比賽一開始呢 我就在地上看到一個蟑螂被嚇一跳 馬上跳了起來 那劉川峰錯過了一個空位出手的機會 櫻木這一個側步 I got you 看樣子你必須回去問你媽媽 Who is your daddy 好了可以看一下我這一次的奔跑 直接跑到三分線 猴子擋住所有人 馬上拔一個中距離 一投出去我就知道 這個感覺會中 我可以感受到籃框正在呼應我的心 好櫻木接球之後想了一下集訓 跳投投起來 不過很可惜這個籃板我衝進去搶了過來 那下面這一球可以注意一下 猴子呢突然呢 會拉一個後側 而我呢看到他拉後側的瞬間 我就知道這一球可能會被干擾到 馬上往內跑 來來來 赤木在哪裡 幫你卡一下 我為的呢不是搶那個籃板 而是呢把赤木卡出去 讓魚住呢可以比較順利的搶到籃板球 不過他居然進了 那這邊一段二段 I got you 結果猴子呢搶先一步 先抓到 那這一球就不能算我的了 好櫻木這個側步 I watch you 但很可惜呢沒有蓋下來 籃板呢也回在對方的手上 流川鋒這邊直接從側面送上一個遙遠的祝福 I got you 流川鋒現神 那我下一球呢是沒有空位保證球的 所以呢必須想盡辦法 看能不能往裡面打 所以可以發現呢 我現在並沒有想要往外線走的意思 這說實實那實快 投起來給你看 果然呢是彈的出來 那這個籃板呢回到對方的手上 因為我看到猴子遲遲不進攻啊 只好呢跟他拼一下看看 不過沒關係我下一個空位呢 命中率呢是會比較高的 那目前比分來到8比4 還算是有雜耍的時間在裡面啊 也比較有丟分的本錢啊 那你可以看我這邊站的比較遠 那櫻木呢看樣子是有看到我了 那這個地板球沒問題 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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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種馬誰敢跟我比啊 其實可以感受得出來 這個猴子的心裡是有點害怕的 哇這一個胖群來了 完了完了 欸欸這邊一個假動作 欸可惡啊 十倍也沒有威力啊 我好不容易從人群當中鑽過來啊 我們再看一次 欸燒喔燒喔 撞掉不負責了喔 救鬼喔救鬼喔 燒喔 順利鑽進去之後 但很可惜18秒威力 那我們這邊送劉川鋒一個4G大控擋 他不領情硬是要把球權送還給我們 那這我也沒辦法啊 我地板球已經撿了7顆 有沒有看到第8顆啊 那這個球呢是我傳丟了 但其實呢是我想刷地板球數據 瞬間呢在10秒內 我又刷了3個地板球 刷數據達人啊是不是 我們不是靠分數在累積這個MVP值 是靠地板球 他們這一球呢你可以看到一個畫面 櫻木的側步呢 這個瞬間啊 流川鋒跑了過來 所以呢導致我的面相被流川鋒給拉走 以至於沒辦法跟上這一球 這個是一個小巧思啊 如果真的會用的人 我相信他們是誤打誤撞啊 如果真的是會用這一招的人啊 在對於防守來講啊 會造成 會讓隊友啊 可以有一個比較舒服的進攻點位啊 那這邊這把球接起來 想說呢 時間剩下8秒鐘 猴子又被蓋 那這邊呢 必須出手一個假動作 騙起來之後至少球出去了 但是籃板呢回到對方的手上 真的是沒辦法 好這一球我們用內藤的被動 從晉級的美式足球員啊 順利的把這個球權給他撞回來 內藤呢在加速的時候 會跟他一道牆勒 跟他將我勒 會容易呢把對手呢給撞倒 所以大家偶爾可以利用一下這個特性 那這邊一段沒蓋到 沒關係二段 哎呀猴子蓋到了厲害啊 齁齁齁 那流川方一段上去二段完了 全部人都被都被騙了 那這一球呢對方也是打得不錯啊 不過我們還有著4分的領先 而我下一球呢我想說大招都要來了 就乾脆不要不要丟這個 不要丟不要去搞這個中距離了 因為只要被干擾到 基本上很難進了 哇 櫻木直接飛過去二段了 把他給他蓋下來 我的媽呀 刺目這一球還不掉 那這邊跟上來 哇這一球啊真的是不好 好意思啊魚住喔 我直接破了魚住的大招啊 然後地板球呢 還在對方手上相當尷尬 交給流川峰 再把球回給櫻木 那這一球五秒鐘 蓋下來剩下兩秒鐘 出手再蓋一顆漂亮 哎呀刷了這個火鍋的時間點來了啊 好啦現在時間呢剩下一點點啊 我趕快大招呢準備 Standby好 因為光頭大招很容易被蓋 所以你必須給隊友 預留一個幫你撿地板球 再做第二波進攻的機會 這種事情啊很常發生啊 好生開局呢 就往前去撞停櫻木二段 猴子又搶了我的郭果 那這一邊的話 應該是守不下來了 很可惜很可惜 那不過不影響比賽的結局啦 差不多文文打就好 文文打 那以後呢我 打巔峰賽呢都盡量用這個 一般的解說方式啊 我希望呢 打巔峰賽的時候讓大家比較可以 學習到一些單排上的知識 因為隊友不再跟你配合嘛 對吧 除非你遇到這很有默契的 那不然基本上呢 我是覺得 我的頻道啊 有點營到 營營營營到是什麼 還好是二聲啊 有點營造出太多歡樂的氣息 大家可能忘記我是做教學起家的 還是必須讓對這個觀眾們 知道一下我的這個實力在哪裡啊 有時候單排我的耳根會比較清淨一點 不會有太多的咳嗽聲 或是點焉的聲音 那大家呢有什麼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 而且呢單排會盡量玩比較多元的角色給大家看 那每一場都盡量解說詳細一點